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2月18日 湖南省委发布了 关于在全省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该通知中的解放思想引发网民群嘲 微信公众号风漫漫同样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但很快新闻就遭到删除 而这已是该公众号在2月以来被404的第三篇文章 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 对于思想解放大家都很敏感和兴奋 因为近50年来的两次思想解放都改变了国运 让中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所以看到思想解放这四个字 都会下意识地以这两次为参考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 那时的最高领导人要继续走老路 而付出的邓小平做出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 那时改革陷入停滞 不少老同志要走回头路 邓小平一路南下讲话 让大家不要纠结于信资信赦 改革得以重启 在民间思想层面 则是自由包容多元 很多禁区被突破 很多话题能讨论 很多权威能质疑 很多作品能发表 而现在某些方面的情况 可能和上述两个时代的背景 也具有相似性 有着相似的不安焦虑和期待 所以一听到思想解放 都会停下手里锄头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但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 湖南全省思想解放大讨论 那注定是会失望的 湖南的通知 与其说是解放思想 不如说是统一思想 通知对大讨论设定的六个 必须坚定不移 你在各个方面都坚定不移了 还怎么解放思想 通知中有一句话 起先让我很是困惑 引号 开展大讨论活动 是巩固成果 进一步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的内在要求 这句话的意思是 统一思想的结果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的内在要求 解放和统一 一个是放 一个是收 一个是最强之矛 一个是最强之盾 什么样的天才才能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呢 原来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说 需要被坚决贯彻的思想 集中体现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所以解放思想 就是统一思想 逻辑真是完美 难怪有人劝我 你的文章总是被封 那是因为思想保守 你要解放思想 与上面保持一致就对了 尽管 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 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见读更多内容 〔吟〕 〔吟〔吟〕 〔吟〕 〔吟〕 〔吟〔吟〕